自从我当上了AI工具推荐播主 评论区的朋友就是 你这个兔舌头的图是用什么制作的啊 你有没有开不开的破解吧 你这个一看就是业配 这是哪里通往哪里戳哈 要不跟你来机报扣啊 那今天我就开了一档新栏目 解决评论区问题 尽我所能来解决评论区的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粉丝在意的问题都有哪些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打开我们的老嘉宾CHETGPT 在左上角选择SORA 在资产这里可以看到 我曾经生成的一些内容 这其中就有大家想要的 土舌头的图片 其实SORA本身是不尽这些的 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图片 而且你想要什么样的舌头 就有什么样的舌头 那我们就输入一个提示词 来测试一下 已经生成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画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想要别的形象和动作 大家可以在这里修改提示词 如果你写提示词没问题 那你就会得到各种 你想要的兔舌头 对于你们这个喜好 真的很不理解 在我的这支影片里 我看到了像这样有小伙伴 还不能用的评论 安排 打开Cupca 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没有登录的 现在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上传一段素材 然后拖动到时间线 先为它添加一个字幕 选择这个收费的翻译功能 然后生成 先过一边看看 然后在右边 我们为它再添加一个收费的字幕动画 把收费的BGM也用起来 然后把所有素材选中 点击右键 选择建立符合式片段 再次点击右键 选择预处理 符合式片段 等最上面的这个东西 加载完毕 我们找到Combination这个资料夹 点进里面来看看 如果还有不会操作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的这期影片 其实你只要是添加Cupca里面的收费素材 是都可以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减去素材里的一些内容 就可能不成功了 就比如我们点击右键 选择只保留这个音频背景声 剃掉人声 然后我们再去Combination资料夹 看看会怎么样 虽然文件在这里 可是点击它就会出现 无法播放或者播放失败等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 可以使用 但还是有一根讯上字 有很多大聪明的小伙伴问我 这个少林足球的音频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么想当且从工是吧 其实也非常简单 打开Fish Audio 选择声音客龙 上传头像 取个名字 再把影片中截取到的音频文件 上传进来 点击创建 现在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个声音 然后写上你想让角色说的话 点击生成并播放 等它转完 一个客龙好的声音就完成了 收费工具好啊 能用 虽然有一定的限制 但还是能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版本号 我是用免费过节版 Google一下会搜出来很多 但请仔细证别 嗯 懂的 简易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吗 必须可以 但是要找到对应的资料夹 那问题就先解决到这里 你需要更加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我也不会在意的 就是我们心里安慕自己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今天视频比较有意思的话 别忘记信了 我们以下来就更容易点过 这不用净我去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如果还有什么 其他想看的主题 也欢迎弹幕评论 多多留言 拜 呀